大家好 我是郭司智郭Sir 今天想和大家谈一谈 如何用波幅、理论、形态去分析大市 和月份股市的走势 近期有不少人问到 市今年年初都已经升了不少 到底后造会否再升 升多少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技术分析各有各的看法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和大家设计 例如过去三年的市 2016年 恒生指数由当年2月12日的低位18,278 升至2016年9月9日的高位24,364 2016年全年波幅上升有6,086点 到2017年 是由1月3日的低位21,883 升到上去 当年11月9日的高位30,199 全年波幅是有8,316 当然是升 但100年就不同了 经历了两年的上升 肯定肯定有个回套 恒生指数是由18年1月29日的高位 33,484 开始的辰转回落 其后出现了中美贸易的糾纷 连续下跌 去到去年10月30日的低位24,540点 才断定 全年波幅跌了8,944点 到了2019年 去年由10月30日的低位24,540点 第一阵反弹 去到去年12月4日的高位27,260 升了2720点 辰转跌到今年1月3日的低位24,896 由这一刻开始一路上升 直至近期的高位28,533点 升了足足3,993点 我想跟大家说 16年全年波幅是升了6086点 17年全年波幅是升了8,316点 18年波幅全年跌了8944点 这就是全年波幅 最低限度都有6,000点 或者以上的幅度 既然今年只有3,993点的波幅 理论上 后面还有更大的波幅点 好了 再看 近日的指数 成功回到12,15,18天线之上 亦次过两天走上250天线流上 不过星期五的反复 指数就跌穿250和10天线 但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每年有个波幅 每个月都有个波幅 直至到2月份 头期有少少消化 但来到现在 暂时来说 是由 27,534点 这是8号的低位 升到13号的高位 28,533 即是说 2月份暂时 全个月的波幅 只有999点 即是说 一月份的波幅有3,114点 是不够 2月份肯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还有一个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不会在四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说 指数只要不再低于27,534点 更加高的指数 绝对一定在后面 不用多了 今个月只要有1,200点 1,500点的波幅 如果是先低 后高的 就加上去 即是28,700到29,000 既然是这样 后续的事 我们先看10天线 如果指数能够回到10天线 咬着10天线以上 绝对有机会再继续向上沉顶 这点大家要留意 刚才我才提到 全年波幅暂时只有3,993点 大家要谈记 现在市场在第1、2季先行找高位 问题是这个高位在哪里 如果高位在28,000、29,000 大家不要开心 因为只有3,000多点波幅 你上不到自然就掉头下 但反过来 暂时没有机会下到24,896 因为中美贸易事件 已经是慢慢慢慢 降温 我自己看这一阵市 29,000、30,000点是在楼上 先走过全年的波幅 5,000点好 6,000点走过去 然后再看 遲些有什么好或者淡的消息 暂时来说 大家不要看得太淡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 股市、波幅 形态各方面的 消息或者分析 苗头搜索角狮子就可以了